这一视频呢是全网最前香龟系列的第四期 我们来谈谈如何饲养 我们在前三期把香龟的基本信息 香龟的坑 购卖渠道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这一视频呢就着重于日常饲养 首先呢我们从龟到家的第一个给大家说 很多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香龟到家不吃东西 原因呢非常多这里不给大家叙述 反正就是三个字没适应 如果说你在卖家那儿确定这只龟已经开始 那么这只龟在你家开始只是时间问题 假设你没有确定 并且这又是一只苗子 那么到你家开始其实是一个无底洞 我们首先要说香龟饲养的几个基本前提 这几个前提做好之后呢 你才可以很安心的去饲养 对香龟苗子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湿度跟温度 如果说你饲养的是一个香龟苗子 那你百分之百需要一个保温箱 这个保温箱呢越大越好 因为越大里面温度越稳定 其次呢将温度设置在28到30度 湿度设置在65%以上 当然湿度是需要你自己去加的 并且不要把你们的龟放在灯下面去烤 这是很多新手玩家最喜欢干的事情 这样呢其实会导致这只龟出问题 当我们准备好这样的饲养环境之后 新到家的龟应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去适应里面的温度适应环境 正常情况下三到七天一定会开始 当然这个是你在卖家的一个地方 确定这只龟已经顺利开始的情况 很多朋友遇到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只龟它本身就有点毛病 在卖家那儿就没有吃东西 那这个时候龟到家不吃东西 每天试睡怎么办 唯一的一个做法就只有灌食 三宝加高够力搅拌均匀之后灌进去 基本上都能治好 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这只龟 在卖家的一个地方是吃东西的 这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大家后面一堆麻烦 我们在饲养过程当中呢 建议这些香龟两天喂一次 小苗子呢可以一天喂一次 香龟养定之后其实是非常好养的 日常我们就给它泡泡水晒晒太阳 把粪便泡出来再放到圆环境 平时这些香龟基本上都比较懒 每天90%的时间都在睡觉 所以说这个东西睡觉很正常 但是呢它稍微大一点之后呢 这种情况会改善很多 在香龟没养定或者太小的情况下 都不建议喂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老老实实喂龟粮对它是最好的 推荐大家的加热设备是用圆红外 而不是用陶瓷灯 因为陶瓷灯会导致整个环境的湿度非常低 对于香龟来说 特别是对于苗子来说 湿度跟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环境里面的灯泡配置 是建议两个远红外再加预备币 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个空头槽位 你就安装一个照明灯 这种保温箱里面的环境 其实是不适合用进入灯 或者说用全光谱的太阳灯 原因就是这一类型的灯 会导致整个加温箱里面的温度急速上升 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温差 我们在饲养过程当中呢 应该保证整个温箱里面的温度变化不超过一度 这样对于这些龟是最好的 当你的苗子长到了50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到外面的环境了 对于三指东弯岸这些可以冬眠的龟来说 明年就可以冬眠了 但是对于部分需要加温的香龟来说呢 还是需要加温 把它加温加到更大一点 日常饲养过程当中呢 大家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疾病问题 首先说说香龟最容易得到疾病 第一个就是肠胃炎 第二个是肺炎 第三个是中耳炎 对于这一系列疾病 我都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说该用什么样的药 我们在没有对这只龟的粪便 或者排泄物进行化验之前 我们是不知道这只龟到底应该用什么药的 就比如说肠胃炎 拉白变和拉绿变 所使用的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不要乱用药 对于香龟 任何乱用药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也不要去听那些人说 手上有什么特效药 神药 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草龟来说可能有点用 但是对于香龟来说呢 可能就完全没用 还有对于香龟来说 最严重的就是肺炎 如果说手上没有物化设备 就是宣告死刑 但是这个东西正儿八经的 严重了之后 你有物化设备 配上正确的药 它也就不活 苗子就是那么神奇 它哪天要死了 耶稣都留不住它 我唯一能够推荐大家的就是灌食 因为我们普通人靠着灌食 其实是救活了很多龟的 相反我们乱用一些药 过量之后呢 还很容易伤及它的肋脏 只要大家注意 不要乱胃 不要让它吹风 基本上只是龟会很健康的 对于玩过香龟的人来说 好养的香龟是真的好养 不好养的是真难养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 就是在于你们买香龟的世界 如果是碰上头苗 那么这一批龟会非常好养 如果是碰上的是中苗或者尾苗 那么这一批龟相对就会难养很多 对于香龟这种需要冬眠的物种来说 在入冬之前 都会堆积很多脂肪 在肝脏这个部位 以保证它们在冬眠过程当中 能够有能量的消耗 这一点是一个细节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不应该为这只龟太多了 否则就很容易脂肪肝 暴毙掉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说到这 我们最后期视频有一个彩蛋 谢谢大家